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厨房里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嘉宾都姓林 我们一起欢迎双铃 我的老朋友如瓶姐 还有油发 欢迎你们 那先下云 我们今天是双铃出鸡 有默契 有默契 这么多年了 她那么老 我也那么老 那你也那么老 肯定有默契 那个老字可以不要吗 拔掉 到底是多老的朋友 84年到现在 84年吗 你这样讲 我们是同一个时代 没有 我跟她是84年了 她也是有主持吗 我应该是84年未来 应该就是我85年正式进入这个电台 不 我们真的讲了好多 不过在我们讲的时候 应该开始煮了 今天是谁先下厨呢 我吧 让不会煮的先来吧 我是很怀疑 她会煮这道菜 你要煮什么呢 三杯鸡 三杯鸡很难煮 你说你不会 不会 因为三杯鸡是 因为它的材料很简单 那为什么说要煮这个三杯鸡呢 因为第一 我老公喜欢吃鸡肉 然后我觉得它的材料都是蛮简单的 不会很复杂 然后煮法也是蛮容易的 这个家常变菜 好 我们要看你怎么煮 我们开始 开火 因为这个鸡不是我的 所以我要 这个火很大的 没有呢 要先这里点 好 这个贵族 连店都没有开 要大火 对 不是我的鸡 是 要大火还是小火 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 等下你的蒜米片 跟那个很容易就焦了 这个是麻油 我喜欢放多一点麻油 因为麻油很香 然后呢 就是姜片跟蒜米片了 这个鸡很好 好 就放蒜米片 我也是喜欢放多一点蒜米片 因为比较香 还有就是姜片 那我们就先爆香 其实我很想知道 你们两位 会唱歌 那今天来做菜 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感觉 那尤其是如萍姐说 你不会烹饪 为什么呢 你怎么可能会不烹饪 不爱烹饪 我跟你讲 很多人从外表是看不出的 人家觉得我很会煮 其实我不用 好 你闻到香味了没有 很香 很香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洗好的切块的鸡肉 放下去了 然后就要翻炒它 你看很多人说 如萍姐 看不出 你不会煮 如萍姐 看不出 你不会驾车 是啊 我说不会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能干 在资产上 独当一面 你不会煮 不会驾车 我跟你说 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有 当你有一些东西你会做的时候 像我会主持 会唱歌 可是厨房的 老实说我是没有什么数据 对 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有一阵子就是没有出门 然后就在家里 看看人家做直播 教煮的 那就试试看 我的孩子说还可以 那就可以献丑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其他的 我们的三杯 对 第一杯 那个麻油已经加下去了 那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加这个生抽 生抽 其实这个没有这么多 因为我怕它太咸 是 因为现在的人不喜欢吃太咸 太油 很注重这个养生 很注重健康 是 很香 好 接下来 当我加这个下去的时候 更香了 好 那加这个料酒 料酒的喜欢加多一点 是 是不是很简单呢 是啊 你现在喜欢这个那个汁 汁多一点 再淋饭 不要太多 因为你不要太多 都太稀薄了 好 把它盖住门一下 终于有空聊天了 Ruby姐 聊天 聊天 是不是 我一直要等着问你 到底呢 其实我觉得你是跟尤发很有缘的 那你对她的印象怎样呢 我认识她的时候 是她来商业电台 李德乌生的时候 李德乌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来学习的吗 我是主持人训练班出来的 李德乌生是 在那个时候是有线电视 是有线电台 有线电台 对 那时候很活跃 很多节目一直在进行 一直有演出 你是下雨话剧组 对 不是那个下雨 厦门的下 下雨 是 那尤发呢 我是电台主持人 DJ 电台 就是讲华语的 广播员 那是怎么会碰在一起呢 其实我们以前是因为有那个主持 我们要做很多一些演出商演 唱歌有主持 那时候我们还有演戏 对 你对她印象怎样 那时候很年轻 那个时候 跟她一起进来还有好多人 可是对她印象比较深刻 是因为她比较健谈 就是很喜欢跟这个讲话跟那个讲话 那因为她会唱歌 就好像外面我们有歌台什么 就问她有没有兴趣 是 去唱唱歌 她说可以 那从那边我们就会比较熟 因为歌台她都不认识 然后我就带着她 然后有时候 我这个人是好人要做到底 她真的是这样的 她爱照顾人 是 谁她都要帮的 是 我接到她去唱歌 对 然后我还要去载她 然后唱完了 还请她去吃宵夜 然后还载她回家 你看 真的吗 对 以前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Rumidia是一个很会照顾后辈的人 她在我比较困难的时候 她也会打扰给我 尤法年报主持这个CC的节目 这个RC的节目 所以Rumidia她经常都会照顾 所以我觉得是 今天趁这个机会 谢谢Rumidia 很感动的 因为每次演出到十一 二点 当然 如果那个时候做得事也很贵 又不会开车 是 所以她就会送我们回家 然后还真的是送到家楼下 是 如萍姐 因为我跟你认识是在 《兵分八三》的时候 那时候我知道 你在就是利德欧生广播方面 就是很忙碌 没有 那个时候 广播那边已经停了 因为在八三年我们没有发言了 所以没有发言的时候 就比较少活动了 然后刚好电视台在招聘主持人 因为《兵分八三》本来是礼拜五 后来加到一 三 五 所以需要很多主持人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王向欣 还有郑耀峰 还有蛮多人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考进来 我是考进来的 不是走后门的 不是 那那个时候电视台曾经有提供 说问我们刚好这十二个人 那要不要签约 那个时候因为我外面还有点羡慕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做兼职的 就也好了 是 里面也可以 外面也可以 但是你不只是主持人演戏 佩服 因为以他这样子就是自由身 但是在电视台有一席之地 演戏也有 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他应该是说在我们新加坡的娱乐 这一块里面 他一直都在 现在那政府部门 他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代言人 有人每次问我 如瓶姐说 他不会休息的 我觉得一个人一直有东西做 有活动 就不会说无所事事 然后不知道做什么 那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是寒疑弄损 尤其是经过这个阻断措施这段日子 真的是待在家做太太 做妈妈 做奶奶 做女佣 还有做女佣 那其实你最享受的 现在想要做的是哪一个自己呢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有时间我可以 就是为社区服务 可以帮到别人 因为自己也会很开心 那当然最开心就是跟我两个孙女玩 因为一个家庭如果和谐 如果幸福 如果快乐 我觉得吃什么都是好吃的 然后心情也会很愉快 你不会觉得自己老 你会觉得自己很年轻 你就是心态的问题 是 那我们现在想吃你的三杯子了 是OK了 来 我们来 好吃吗 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试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是因为我没有加那个 酱油 所以它这个颜色有点 比较浅 如果说你喜欢黑一点的颜色 那你可以加酱油下去 那颜色就比较美了 是 好 那我们就点缀一下 摆盘是要美美的吗 美 好了 我们呈现一下 好 呈现给我们观众看 好 我们可以开始试试了 来 等一下 神尚的鱼盘 这一盘是我买的 真的吗 不是 对 因为我怕等下我们时间不够的话 它煮的焖的不够熟 所以我就在家里又煮了另外一份 很细心 他就担心他煮不熟 我们就还先要试试两道好不好 好 那先试试吧 这个刚才现场煮的 好 熟吗 熟吗 还不错 还不咸 是吗 是不咸 是不咸 老人家吃很适合 现在的人都要少油 少糖 少盐 对 要健康 这个 我说刚才不敢下盐 就是因为有酱青的 是 我要试试另外一道 我要下另一道 好 另外一道 好 味道都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是因为可能这个熬得比较久 那个比较 这个味道比较入味 对 对 只要入味 还好 还好 我就多带一趟 只要你煮的 你家人都会说好吃的 错 有一个人会咸的 老公 老公 你说到你老公 就想起当年你们的这个三杯鸡的故事 三杯鸡 对 因为那时候我知道 你到哪儿都是老公在的 对 那你说有人送你回吗 一定是老公 老公 很想多知道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 你们的感情是多好 没有 其实我觉得跟如鸣姐 有几段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就是 还有一次呢 其实我在 我是没唱歌台 那时候因为有人介绍他就去唱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 在电台 加点转 在电台很忙 你没有时间去唱那么多地方 结果就没有唱某某人的台 结果他就恐吓我 很恐怖的恐吓 跑到我家门口放东放西 吓死人的电话跟你骂 很可怕 如鸣姐就给我解释 她说 你这样这样 然后后来就按着 如鸣姐后来也就真的是摆平了 不过还是很害怕 因为你知道我们年轻 但是尤凡 你后来也是一直陆陆续续在歌台 也没有 我忘了 九五年唱最多 是 那时候是有个唱 如鸣姐的台 那时候你主持吗 没有 如鸣姐后来照顾我的 是我在比较落魄的时候 她可能知道我需要钱 所以就有些工作之后 有发现你能不能做 钱不多的 你看你要不要做 那我都做 那你这个故事一定很长 让我们下个星期来谈 下个星期你还要准备些什么菜呢 下星期我要做这个叫做 罗汉摘西 叫炸菜 我们很喜欢吃的素菜 素菜 那好 那今天如鸣姐的任务完成 下个星期看你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下星期再见 再见 三十三 拜拜